大家好我是藤神 这赛季藤浩开荒队不是用的 这一队嘛 夏侯渊 吕蒙 黄元英 然后用这队的初衷就是上赛季 就结束的最后一天的那个晚上 我打了一把 我打了一个那个乔装 打了乔装这个特技 所以说我就想的是专门为吕蒙 然后研究个队伍 所以说就是我玩的这一队的开荒 然后开到现在 然后现在呢就是技能这一块 吕蒙的技能配搭 然后灵机和武当 这是我目前我觉得 吕蒙很契合吕蒙的一个技能配搭 然后夏侯渊这边呢 就说林峰和暴力无人的话 就相当于他们两个各打各的 这个问题 反正之前发相关视频的时候 也有那个 也有相关的评论 然后会说他们彼此之间互动少了 没有什么联动性 所以说然后鉴于 鉴于这一队就说 不确实稍微落实了点 然后给兄弟们分享一下 就说你看 我们明门 这是明门传教士 明门传教士的兄弟 这个看我们这个兄弟 他打十几地 就说用这种识别加战币这种常规队伍的麒麟弓 像这种技能的配搭 是吧 然后就一队就直接就打穿了 然后那个什么 然后看 这些 这是踩到藤甲 你看被这个藤甲 这没办法 被八七的藤甲给干了 然后那个什么带着圣器 你看咱也四十二级 咱打这个虎城也这么烦了 是吧 然后打这个枪兵 也是这种效果 但是这技能没换过 所以说鉴于种种 然后我们再看打地 打地的话 我打地我第二队上来了 我第二队第二队起来了 第二队已经四十二级了 然后战法点也是十七七十六六十七七 战法点也慢慢的点上来了 所以说鉴于种种 我感觉还是要再改一下 本来本来那一队我都懒得动 我看一下 你看之前打的那个效果翼也不是很好 可是打了什么 打了六两 打了七 反正事来想去 我想想还是给它改了 算了 嗯 再给它再给它改一下 嗯 然后夏侯渊跟吕萌 咱们暂时就先不动啊 那就动黄月音吧 嗯 然后毕竟我还有位大将在 咱们先把黄月音的这些技能全给它下掉 这个时候下技能 没有一定的 啊 两万多 两万多技能 这些都先下掉吧 嗯 然后肯定要 找一个很强势的英雄 加入这个队伍 啊 思来想去 我就决定上它 举兽 举兽的话 我是一个蠻红举兽 但之前我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 就是说它在我的那个队伍配搭里面 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组合 嗯 大家可以看 举兽 袁绍呢 我又只有两红 公生战 公生战是个蠻红 但是我没有那个 朱骏 嗯 对吧 我没有朱骏 所以说群攻你看我也没怎么玩 没怎么玩朱骏 所以说公生战 哦 所以说举兽的话一直在我这里 我没怎么上 没怎么用举兽 嗯 但这可是一位神将 所以说 那就把它用起来 把举兽给它弄过来 让举兽加入这对 加入这对 桥装弓 然后继续三十阵 继续三十阵点 点起来 继续三十阵 然后技能联 技能联动这一块 是吧 咱们就说要恶心 咱们就恶心到底 暴力无人 直接给它下了 不要暴力无人了 咱们就说恶心 咱们就恶心到底嘛 嗯 然后直接就是把那个 直接就把那个 克迪之胜给它点起来 嗯 那这样就很恶心了 然后到时候 它二十级的时候 它二十级的时候 我再给它点个那个 再 再点个圣器 啊 但 这个圣器的话 它就没有 没办法延死了 因为你 如果你要 你要让圣器延死的话 你必须要找一个 速度比它慢 啊 比它慢 然后的 友军去带圣器 就速度比它慢的 友军去带圣器 那 那圣器就是有概率 去严实 一个回合 嗯 但是的话 那个什么 就是在我这里的话 很难 对吧 我就是我这三个将的配搭 技能配搭的话 不管是夏侯渊和绿蒙 不可能说谁去带圣器的 是吧 那就 那就举说自己带呗 嗯 那就不 咱们两回合 就够了 因为毕竟的话 咱们 吕蒙 吕蒙 这么恐怖的 那个控制效果 咱们还带着 带着 乔装在 对吧 然后 50% 加个6% 那就56的 那个控制效果 够了 嗯 所以说 这一对 应该 应该是 还是可以的 这一对 咱们 自信一点啊 直接就 扫7 算了 扫7太过分了 扫7 万一冰伤 就扫个 扫6吧 这一对 咱们就直接扫6 我们看一下战报 然后让这一对去扫7 把冰留 留这一点 这一对 我就不停的在这里扫7 然后把 他的那个 呃 等级先练起来 有没有 可以加一级吗 那就 加这个吧 还23万 23万 留着给 那个 举兽 到时候 30级 给他点个冰书 我们呢 我们来 等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战报 然后神号这边是 你看神号这边也开始了 神号这边的话 你看自从 吕布 吕布 自从我这个吕布 出来之后 就好很多啊 嗯 我那个 前 上 前面发的那个作品 国家没有戴长刀 然后也有评论在 看出来 我是 我是搞忘了 有的时候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点习惯了 这个也许 扫个旗去 你看 有 有吕布在 那打地就 好很多了 不然的话 打这些高级地的 事 你看 这是个意外 他 他有的时候会很猛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 会 会时不时的 就卡顿一下 嗯 呃 有的时候会 时不时卡顿一下 但有的时候会很猛 这个八级地 我是一千 一万五的兵 一万五的兵上的 你看这个九童 九童是不是就 一 他一下就穿了 才41级 啊 战法点 都是这种效果 这种效果 他就 你看 直接就把九童打穿了 可以 嗯 就说他 这一对打地还是可以 然后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说 这对 我感觉 这一对的话 还是蛮有意思 那 这个 这个 叫什么 哦 乔庄公 那这个乔庄公 还是蛮好玩的 我觉得 就是 就是我们就可以去 关注和期待 对面是怎么被控制 然后 然后的话 到时候 我还是会 就像刚才 就像刚才说到的 刚才有提到 就这一对的话 举兽到时候 我还是会上一个 盛起 对吧 然后就说 跟之前 黄月音的那个 配置是一样的 让举兽去 也不说 让举兽去 就给他们 给吕摩和夏侯 愿有更好的 输出的环境 因为怕 我万一碰上 一些控制流的 就一上来 就把 季虫的 吕蒙和夏侯渊 就 普攻的话 比如说 苏承和万公 对吧 然后就把 吕蒙给季虫 那个 夏侯渊也怕季虫 因为我带着 那个临风绝敌 在 对吧 然后这样的话 相当于 因为我 没有黄月音的话 这一对就没有先手 没有先手的话 那我就是用强控 去控制对面的先手 是不是 就用圣器和武当 去控制对面的 一个先手 这样 就从而 就说达到 就说降低 没有先手的 这个 劣势 那这一对的话 就说这么改之后 不知道这一对 有没有玩头 我们反正先 先 先 先这么玩 这边 先试验一下 然后看一下 这一对后续 是个什么情况 如果 如果效果 好的话 对吧 到时 再及时 分享给大家 反正 这一对 目前 就是 要改的话 就是思绪上 是这样 那心变大 就先这么说 兄弟们 那这一期 又这样